为什么过去45天那么凶残 战友们 因为共产党知道 盖特抗引盖特强大 他将绝对控制不住 战友们拿到了盖特币 马上可以贴线 共产党的谎言马上戳穿 咱还有三周的时间 如果三周能证明你们的盖特抗引能贴线 如果你还相信共产党 我求求你了 千万不要再看任何爆料革命信息 如果共产党能给你们一分钱 你不要跟我们爆料革命 所以他怕盖特抗引上线盖特币 他怕盖特这个使用机时间 新功能上线盖特进入了新时代 他的所有的谎言就被戳穿 而且连高冰城这个孙子 他戴着绿帽子都会往盖特来冲 第二他知道洗币 洗联储已经被世界上多个国家正在讨论要接受 洗币会挣多少钱 你们知道 不需要你不要他不就完了吗 你拿一毛钱买了一个希望 如果你还不相信自己的话 那你已经跟谁都没关系 是你自己有了问题 你太作践自己了 你连一毛钱的一个币都不相信自己 做出判断你还干啥呢 是吧 所以共产党知道洗币和盖特的成长 更重要的事情 美国麦肯西上来 他知道 麦肯西一定会发动对七哥的破产案 一定会对海根巴森们 艾利波尔伊迪 所有的这帮孙子 还有善伟健一定会调查 包括对欺民贼一定会调查 他知道这是决战的时候 他知道现在美国国会 会有多少人跟我们站在一起 所以穷其所恶 找到所有能找到这大威威胁 咋我们 但是七哥就希望这45天发生 信我们的就信不信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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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